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没错我又把俄罗斯媳妇带回来过中国年了也许这就是跨国婚姻的不易但何尝又不是一种幸福呢又有哪对夫妻能做到每年都能和两家老人一起过春节过新年呢但反而我们这对跨国夫妻做到了因为俄罗斯新年是我们的元旦每年的1月1号而我们中国的新年是农历大年三十这样每年两个国家的新年就能错开时间我们俩就可以陪伴彼此的老人过年 所以何尝这不就是儿女努力拼搏奋斗想要做到的呢但这么做也实在是太折腾光来回买票中转住宿花费的路费就不劳手时间精力上也耗费不少但没办法为了让两家老人都乐呵作为孩子的我们只能这么坚持 哎呦这不带礼物了是你给我给我的还是大娘给我的这是大娘给我的大娘给你的给吗不是对 妈妈给你的不是送给你的想不想妈妈做的中国饭你修了你这句话说的可清楚了吧 行了兄弟们快过年了我都把媳妇从俄罗斯领回来了你呢是不是也该准备买票回家陪老人过年了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把耶和里 漂亮还好吃 就是笑语的孩子回去看姥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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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扬你妈妈为了为了你为俄罗斯走娘也有功 license 谢谢 帮忙